為什麼珠寶這個行業 這麼多人會開一開導電 開一開導電 就是因為說他們把20萬的東西 賣到100萬 過了幾年 那客人發現買貴 要回去找公道的時候 店門口就拉下來了 可是客戶問蘭寶石 克拉的李宏欣蘭寶石證書 然後他要賣50萬 我呢 不能買 這叫做GIA 比較多人在用就是這兩件 GIA跟GIS GIA是鑽石 GIS是珠寶 如果今天是一個太髒 太黑的 太髒的 他也不給你皇家啦 台灣證書啦 都在台灣 都可以講 你知道嗎 我今天嘴巴講一下 你幫我開 你大部分都會幫你開啊 這就是台灣證書 沒辦法拿出國際的原因啊 就是說今天香港拍賣會 大家要用GIA一GIS 我今天有一個叫 台灣小舟證書 我孫先生嘛 把你拿到香港 誰瞄你啊 把你們小舟是誰啊 去吃大便 台中賣家也跟他說 現在是李同心證書50萬 如果你開出GIS的話 那可以賣到80萬了 那很會吹啦 人家館長前幾天不是說什麼 他簽花千萬座便當 被Toys發現說 那個烤豬肉整宿 就不值一天 再也要做1000萬 在一個平樣證書平等的標準下 然後你可以去炒得五間煮堡店 十間煮堡店 你去看誰便宜誰貴 他會比較一下品質 然後沒有差太多 價錢沒差太多 你再下手就好